回头再来关心疫情 就怕现在传统市场人很多 成为高风险的传染区 高雄是这里祭出了市场的实联制 分流采买这样的措施 同时还要加强劝导 没有办法落实的话 就必须要暂停营业 而我们的记者实际到了三名市场去观察 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出入口 都有人员在要求民众实名登记 当听到要开始实施分流采买 其实就有摊商也很担心 说是恐怕会更冲击到市场的生意 香喷喷卤味一早就吸引不少人来挑选 而摊位旁就有一个出入口 部分民众就从这里进出市场 但却看不见可以留下资料的地方 道理讲要有人在那边守着 你如果守着人进来 他们就可以叫他们放 因为有些老人家没有手机 他们又不会写 真的骑摩托车的很多人懒得 底下也在写 像这样没人管制的出入口不止一个 但却只有前后两个主要的设有十联登记处 而接下来要实施的用身份证尾数 单双号来做采买分流 参商民众也各有看法 看需要吧 也许一个礼拜两次也许一次吧 现在的话还是大家都怕 怕都不出来 你分的话 可能越来越不出来 不用实施说 高手师退出分流的措施 六月一号正式实施 射分证尾数单数 每周三五日采买 尾数双数就是246 不过疫情持续升温 摊商看着采买人潮越来越少 防疫措施已再升级 再无奈也只能配合咬牙撑过这段时期 华市新闻消息陈信仁高雄报道 要让菜市场买菜的人没有这么多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食联制的方式 还有这个分流管制措施之外 现在有人想出另外一个好方法 那就是发起代购的行动 这是原本从事餐饮业的廖小姐 她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工作了 所以就在网路上面接单 帮人来跑市场 还帮顾客宅配到家 也让好多不敢出门的民众 降低感染风险 骑着摩托车穿过大街小巷 要小姐载着满满一车 刚从市场采买回来的生鲜食材 准备替客人宅配到家 因为我刚从市场来 所以我消毒一下 你也消毒一下 然后一汤鞋三颗 金针菇一把 小肉你说要两包 对对对 戴着口罩护目镜 交后前还得喷酒精消毒 原本从事餐饮业的廖小姐 疫情期间老板暂停营业 空前在家突发奇强 在网路上接单 不只替人跑市场 还能接受客制化需求 猪肉别太肥 鸡肉不要切 统统帮你办到好 毕竟最近去菜市人也快害怕 帮我买好 而且我也不用特别要跑去停 他们少出来市场走动 那人市场相对的人就会少 那感染力就会比较慢慢的减弱 就怕市场人挤人增加群聚感染风险 就有网友制作宅在家买菜供比 让民众自行上网更新 芹菜蔬果海鲜肉类 通通上网买得到 全民防疫指挥中心 希望民众小出门 该如何解决买菜难题 透过网路团结力量大 也让计程车带送菜 栽培鲜食相等新兴产业 乘势而起 华氏新闻陈佐卢颂佑 新北市报道 想看更多优质影音 那就一栋手指订阅华氏 或是下载华氏APP 一起华氏市选华氏